自从拜师天韵子后 王林就一直心生低防 但却始终不知这便宜师尊有何图谋 没想到在潮汐深渊 遇到了同门杜剑 从其口中终于了解了天韵子的一丝秘密 也为师徒二人之后反目成仇埋下了伏笔 王林炼化部分太古雷龙后 原神发生变异 使得神通内蕴含一丝雷威 这让王林欣喜不已 眼下被困在潮汐深渊缝隙之中 王林开始盘点此次收获 最重要的就是那枚神秘令牌 这令牌通体紫色 其内有一丝金芒透出 表面有着一些符文 神使一扫进发现令牌内独有空间 其内有一把剑 正是剑削十二剑中的一把 当初有一大罗剑宗弟子被困雾气内 雾气消散此人配剑被吸进了这令牌内 王林心神一动 此剑从中飞出 刺在一旁的地面上 仔细查探一番后收回神使 望着令牌掩路沉思 这令牌是让天韵子 林天侯 血族等人为之抢夺之物 也是开启洞府的关键 四座虚府唯有全部打开 方可开启进入那最终洞府的大门 按照姚细学所说 天韵子等人并不知晓这第四座虚府的存在 但血族却知晓此事 而拿到令牌之事 陈龙与贪狼知晓 但陈龙没有看到全部 定然会认为令牌被贪狼抢走 王林眼中露出奇异之芒 看了一眼令牌张口吞下 将其包裹在原神之中 雷光覆盖其上 使人看不出端倪 随后看向裂缝外一片漆黑之处 脸上露出苦涩 暗叹道 即便是得到了令牌又有何用 被困在此地无法出去 顺移不用尝试 狡猾如 汉狼等人都始终没有施展顺移 可见其内端倪 就是不知 在这里能否进入我的洞府内 想到此处 王林取出洞府水晶 却发现无法开启 沉默片刻 打算用土盾离开 但身子刚刚碰到碧岩 便立刻生生止住 而是取出一个魂魄 直接扔向碧岩 却见魂魄如烟丝般飘进碧岩之内 瞬间化作无数份 被一股大力吸去 王林长叹一声 盘膝坐在地上 开始盘点此行收获 避开储物带 其内飞出三把宝剑与一只断臂 一个头颅 三把剑 均都是剑销之剑 加上之前令牌内的那把 分别是四舌 五马 有机 虚狗 剑销十二剑 已经有了七把 三材剑阵也从储物带飞出 七把剑顿时飞来 在四周环绕 王林张口喷出一道元神之气 包裹住七把剑 元神之气内碰出剑体后 一道道电光在剑身游走 七把剑相互之间更是被电丝连接 彼此形成了一个奇异的剑阵 王林收回目光 以元神之气炼化 便不再去理会 而是看向内断臂与头颅 这两样内 均都封印着二人的元神 其内更是有灵天侯的剑气 炼神抽气 王林可谓是经验丰富 两口元神之气 便把灵天侯的剑气抽出一口吞下 查看一番 没有发现异常 王林再次一拍储物带 其内飞出一个静置之球 掐绝一点 静置之球立刻从中间裂开 露出一个男子 此人正是赤系杜剑 静置解除后 他睁开双目正正的望着王林 许久空洞的瞳孔内 才慢慢恢复神采 王林声音平淡 缓缓开口道 杜师兄 师尊的秘密 你可以说了 杜剑脸上露出苦涩 复杂的望着王林 沉默少请 说道 我即便说了 恐怕难逃一死 王林双目扫了杜剑一眼 目中微不可查地 闪过一丝电光 平缓说道 杜师兄 王某耐心有限 杜剑却好似没有听闻一般 眼中露出骇然 还未从刚才王林的目光中 恢复过来 修饰的双目内带有电光 曾经看到不少 但这些电光 均都是体内神通所致 虽说是电 但却是后天之电 远远不如天空雷电 划过的电微 但当才王林目光中 那一闪而逝的电光 却是让杜剑有一种 好似站在苍穹之下 面对雷微无法抵抗的错觉 王林眉头一皱不再废话 抓住杜剑向着裂缝口伸去 杜剑立刻察觉到庞大的犀利 有一种好似 原神都要被吸出的感觉 顿时惊呼起来 杜剑颤抖着身子 大声地吼道 我说 我说 王林收回右手 把杜剑仍在一旁 冷漠看去 杜剑原神渐渐回到体内 眼中透出一丝恐惧 说道 我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一切 但你要答应我不能杀我 王林平淡地说道 可以不杀你 你 我灵有用处 杜剑本想让王林以悼念启示 但看到王林冷漠的目光 当即身子一颤 急忙说道 我看见师尊 把孙云吞了 不是我亲眼所见 而是一头山精看到 我进入天运宗后 修炼的功法 可以从一些骑兽体内吸收灵力 无意中在后山 发现了一头兽缘将要断绝的山精 我吸取其灵力的时候 不知为何 居然抽出了山精的一些记忆 他的记忆内在很久之前有一个画面 便是师尊吞下了孙云 那山精的记忆中 孙云与师尊曾经大战 但最终却是被师尊施展了神通 整个人全部吞下 随后离去 杜剑连忙说道 这是他内心最大的秘密 当年从山精记忆内看到这一幕后 被深深的震撼了 由然而起一股恐惧 以至于到现在 对于天运子都是寂静幼惧 这个秘密更是被深深埋在心底 眼下是第一次对人诉说 王林眼神闪动 淡淡问道 师尊当时什么表情 杜剑仔细回忆 犹豫的说道 好像是有些遗憾 应该是遗憾 不过山精记忆中师尊有些奇怪 我从未见过师尊穿回忆 王林双眼猛的爆出精芒 是勾勾的盯着杜剑 一字一字的说道 你确定是穿回忆 杜剑点头说道 没错是回忆 王林嘴角露出一丝阴沉 按道 师尊 你身上的秘密真多 如此多的秘密 让弟子心中惨刻 这天运行不能再留了 若再在这里 怕是发现师尊秘密的同时 说不定也会被吞下 从这妖灵之地出去后 我便与本尊融合离开 这天运行的水太深 不是我可以存在之处 杜剑把内心最大的秘密说出之后 始终小心翼翼望着王林 随后看向裂缝口 又看了看上空漂浮着的七把宝剑 按道 这里一定是着王林的绝密洞符 此人心很熟辣 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 可惜我修为不够 若是我可以问鼎 就在杜剑准备拼一把之时 杜剑沉默 没有问什么造化 心中已经明了 王林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自己离开 许久后才盯着王林说道 君子一言 王林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杜剑决定赌一次 立即运转心神踏出那一步 一股天地元气渐渐显露而出 轻而易举便把王林 设置在杜剑原神之上的封印磨灭 王林目光炯炯 之所以让杜剑问点 是想要增加鲜味的成功率 事实上把杜剑封印扔入储物袋的一刻 王林就已经决定 把此人炼制成下品鲜味 尽管成功率太低 可一旦成功便可以制作出一个 相当于问鼎后期大圆满 半只脚踏入阴阳虚实境界的大高手 这种事情令人极为动心 杜剑问鼎是顺修天道 不似王林那般逆修引动天地变化 时间渐渐过去 身上的天地元气也越来越浓 元神更是飘出体外与元气结合 一直持续三天后 元力在全部融入元神的刹那 出现了变故 一丝颤动在元神之上出现 立刻引发元气之火 就要被元气之火化成灰烬 王林身子向前一趟 右手默然直接伸入杜剑元神之内 元气之火好似找到了宣泄口一般 疯狂地顺着王林右手 直接冲入他的体内 直奔元神而去 大量电光从其内爆发而出 在元气之火上穿梭 形成了雷火交辉的一幕 与此同时 王林元神猛地一吸 杜剑体内燃烧的元气之火 大量涌入王林体内 直至杜剑的元神脱离了被燃烧的危机后 王林才收回右手 此时 杜剑的元神有些微靡 慢慢与那所剩不多的天地元气 进行最终的融合 由于元气流失太多 即便达到了问鼎修为 此生也将止步问鼎初期 除非另有机缘弥补元气 十日流逝 在裂缝内又过了十多天后 杜剑的元神内原力完全地融合为一 一股问鼎的气息弥漫开来 元神渐渐回到了肉身内 杜剑睁开双目 目光极为复杂 问鼎之际的一幕 他全部知晓 自己本该失败 是对方救了自己 一时之间脑中千回百转 许久杜剑长叹一声 此刻虽说达到了问鼎 但却是最弱的问鼎修士 面对王林无力抵抗 杜剑缓缓问道 你想要送我一场什么样的造化 此刻对于王林 杜剑有着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态 既有仇恨也有感激 更多的却是回忆与畏惧 王林却神色如常 慢慢说道 猎肉身 化缘神 以秘书纪恋 使你有机会达到问鼎大圆满 半只脚踏入阴阳虚实二叶的程度 杜剑心神一跳 苦涩说道 此树如此逆天 怕是失败率极高 罢了 我只问一句 神智可不保留 王林目光深邃 说道 千年后 你若不死 我会给你自由 因为炼制仙卫有一个重要的条件 便是需要被炼制者不可升起一丝抵抗 否则便会失败 当年先帝清零 便有很多仙卫 所挑选的炼制者 均都是心耿耿 王林此刻 采用的便是先帝当年的手段 杜剑一咬牙 望着王林点了点头 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 若是反抗或者不同意 那么立刻就会死亡 唯有再赌一次 赌这炼制能成功 赌自己可以熬过千年 王林不再废话 双手掐绝体内先力运转 一个鲜硬按在杜剑眉心 制作纤卫的步骤极极为复杂 王林之所以这么热衷炼制纤卫 是因为预解内有一项唯有纤卫 才可施展的神通 可以帮助他 有一定的机会离开这里 并且王林决定 若是杜剑炼制失败 便拿摇吸血在世 鲜味的第一步便是炼肉身 把肉身炼制极强 炼制寻常法宝都无法损害 这一点王林在看到预解内介绍的时候 便想到了古神 第二步则是化元神 把元神化开 没碎 以特殊的手段 不惜损面 使其催化膨胀 融入肉身之中 使得体内无神 但神在意中 第三步 则是炼化体内五脏六腑 把这些器官全部枯萎 使其不再受仙气滋润 从而隔绝了全身的五感 不再疼痛 裂绝了神识 但却保留了灵质 使得鲜味没有情绪 但却有灵动 拥有极强的肉身 没有任何情绪 没有任何感觉 即便是人头落地 四分五裂 也绝不会皱下眉头的傀儡 这便是鲜味 也是先帝清零 模仿古神而制作出的人体法宝 那么王林能否炼制成功呢 点击关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